这几个字说出,仿佛凝聚了他全身全部的力气,死算得了什么,我梦好,活不到时期,又算得了什么? 你可以羞辱我,可以废我羞路,但永远看不到我的屈服,永远不能让我的魂弯曲。他的声音在这一刻因四周的寂静显得格外清晰,可也同样的透着难以形容的孤独。 话语间的苦涩,唯有孟好自己才可以明白,他的双手死死地握着拳头,外人察觉不到,但孟好感受极为清楚。 随着王腾飞话语而来的是一股让他仿佛要崩溃的冲击,身体仿佛要碎裂,就连骨头也要粉碎,仿佛有股无形之力压在身上,要让他跪下。 孟好身子颤抖,但他却依然咬着牙,站在那里,哪怕骨头都在剧痛。 玉宝是我的,我给谁才是谁的,我不给,你不能抢。 王腾飞亲和的微笑,温声开口,可这句话透出一股霸道之意,却是极为清晰地传遍四周。 他微笑时身子向前迈步,右手抬起,只是向孟好那里随意一指。 瞬间,整个广场风起云涌,狂风呼啸卷动四周。 吹舞众人长山,孟好身子如被凝固,仿佛四周所有的气息都瞬间成为了死亡。 将他牢牢牢地束缚,根本就无法活动丝毫。 完全被束缚了身躯。 但就在这时,一枚粉色的玉佩从孟好衣裳口袋内飞出,漂浮在前,粉色的光幕瞬间出现,让孟好笼罩在内。 王腾飞脸上依旧亲和,仿佛这一指随意地如同挥手般,迈着脚步。 第二步落下时,点出了第二指。 砰的一声,第二指落下,孟好身前的光幕顿时扭曲,连续闪烁三下,砰的一声破灭。 与此同时,那枚玉碱也在这一瞬间直接粉碎,化作了玉粉散落四周。 这枚许师姐给孟好的预见,此刻碎裂时,孟好的嘴角已出鲜血,身体的压力一下子暴增,可她还是死死地咬着牙,颤抖地站在那里,绝不屈服。 她眼中露出了阴沉到了极致的目光,双手握得更紫,指甲盖已深深刺入肉中。 王腾飞依旧带着那温和的微笑,迈出了第三步,落在了孟好身前,指出了第三指。 立刻,一股狂风吹动孟好身躯,如有一只无形大手一把撕开了孟好的衣衫。 露出她胸口上挂着的翠玉葫芦。 这葫芦被那无形大手抓着一转,直接就离开了孟好,出现在了王腾飞的手中。 孟好面色苍白,喷出一口鲜血,身子颤抖可却依旧无法挪动丝毫。 看着葫芦被如此轻易地取走,她眼中已浮现血丝。 她的双手死死地握住中,已感受不到指甲刺住血肉的疼痛。 鲜血顺着手指缝渗出下来,落在了地面上。 废你的修为,断你的手脚,逐出宗门。 王腾飞还是笑着,温和的声音回道,她向着孟好的胸口点出了第四指。 孟好阴冷地盯着王腾飞,至始至终,她只说了一句话。 即便是此刻,她依旧没有再开口说第二句,更没有低吼咆哮,而是沉默阴沉至极。 只是眼中血丝更多,只是握住拳头的双手因太过用力,她的指甲盖已经咔咔断开,深深留在了肉里,血肉模糊。 她性格就是这样,不会去咆哮,去大吼,去说出威胁之言,她的性格深处,藏着阴沉。 这阴沉要比一切言辞都要凌厉,如杀人之兽大都平静,唯有虚张声势者才会言辞咆哮。 后一种不可怕,可怕的是如孟昊这一般的前者,因为他可以对自己狠,如此才可以对外人更狠。 四周一片安静,所有的目光都凝望在这里,但那些目光全部都带着嘲笑,将孟昊与这个世界似分隔开来, 让他在这孤独中走在了天地的背面。 但他依旧还是没有丝毫屈服之意,肉体的疼痛又算得了什么? 看着王腾飞的手指就要落下,就在这一瞬,忽然一声叹息从远处不知哪一座山峰传来。 与此同时,一股柔和之力,默然间出现在了孟昊身前,阻挡了那废掉修为的一指。 砰的一声,王腾飞大修一甩,侧身看向一边。 那里,此刻多出了一个老者,这老者穿着灰色的长袍,脸上有些褐色的淤斑,看起来没有威武之感,但身子却极为高档,正是之前两次都极为欣赏孟昊之人。 你也拿走了玉宝,此时就此罢休,莫要做得太绝啊。 老者皱着眉头,看了眼始终沉默的孟昊,也注意到了孟昊拳头低落的鲜血,暗叹一声,看向王腾飞。 既然欧阳大长老阻止,晚辈便给些情面。 王腾飞微微一笑,神色淡然。 他至始至终,只对孟昊说了两句话。 此刻转身而去,阳光落在他身上,身影飘逸,一头长发飘摇,露出完美风采。 对他而言,孟昊连蝼蚁都算不上,此刻已忘了孟昊之名。 至于孟昊的目光,还有那身前的鲜血,这些对于王腾飞而言,如同一只蝼蚁向着大象伸出脆弱的獠牙,大象一脚就可以将它粉碎。 至于今日之事,对他而言便是轻微至极,这不是轻视,而是毫不在意。 甚至还与四周众人微笑,走入人群时温和的笑声传来,云淡风轻,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 一如既往,时而指点一些低阶弟子的修行,亲和之意让人心生起亲切之感。 看得四周广场的女弟子一个个如痴如醉,就算是其他修士也都神色带着尊敬,无人理会孟昊一眼,似乎已忘记此地还有她的存在。 与王腾飞比较,此刻,如站在了世界对立面的孟昊,满身鲜血,衣衫破损,狼狈至极。 孟昊可以感受到王腾飞对自己的态度,那不是轻视,而是无视。 此刻,随着王腾飞的离去,孟昊身上的束缚一松,身体顿时剧痛,如要摔倒。 但他咬牙坚持,向着欧阳大长老认认真真的抱拳深深一拜。 没有说话,孟昊转身时再次喷出一口鲜血,身子摇晃可却狠狠地咬牙。 抬起剧痛如要粉碎的双脚,深沉中一步一步走向远处。 他的汗水已经打湿了衣袍,每一步迈出的疼痛都让他心在滴血,背影如一头受伤的孤狼渐渐远去。 欧阳大长老看着孟昊,张开口似要说些什么,但最终没有开口,只是目送孟昊身影越走越远。 洞府内孟昊一步步走入,直至洞府大门关闭的刹那,他再也无法承受整个身子一歪,倒在了地上昏死过去。 王腾飞修为已十六层巅峰,孟昊根本就无法比较,除非是放弃抵抗,跪在那里,否则的话,对抗之下已有了内伤。 这一迷糊就是整整两天,两天后,孟昊睁开了眼,全身刺痛,难以起身,他挣扎着坐起,手掌碰触地面时,剧痛更深,火辣辣的感觉如手掌没有了皮肤。 孟昊喘着粗气,一个人在安静的洞府内,默默地坐在那里。 许久,他缓缓低头,看着自己的双手。 在他的手掌内,有数个断裂的指甲盖于肉中埋着,显然是这两天的昏迷,使得这些断裂的指甲盖长在了肉里。 方才起身时支撑身体,使得结痂后又有血水溢出。 孟昊喘面无表情,望着双手。 半晌后,他豁开手掌内处于愈合中的伤口,重新地掀开血肉,将里面的指甲盖一个一个地拔出,直至数个指甲盖全部都取出后,他的双手再次血肉模糊。 鲜血落在地上,使得这洞府内也有了血腥。 整个过程,孟昊的神色没有变坏一下,仿佛这不是他的双手,一股狠辣之意已燃在他身上,于此刻明显地散出。 他低着头,望着那数个血淋淋的指甲盖,许久之后将它们包在一起,放在了一旁的石床上。 他要自己每天都可以看到这指甲盖,要每天都提醒自己,今天他所受的屈辱。 终有一日,他要将今日的屈辱连本带立,数倍地还回。 自己,才是最大的靠山。 沉默至今,孟昊第一次开口,话语沙哑如不是他的声音。 时间一晃,数日过去,孟昊没有离开洞府半步。 他不想出去,不想看到任何人。 他忘记不了王腾飞站在广场上,使得自己成为整个世界的对立面。 他默默地盘膝坐在洞府内,看着那些带着干枯鲜血的手指甲。 神色从之前的麻木变成愤怒,又凝聚阴沉。 直至这一日,洞府大门轰轰开起,月光从外恍入进来时,整个洞府一阵朦胧。 许师姐的身影站在洞府口,月光在其背后,使得她的容颜让人看不清晰。 孟昊没有说话,许师姐沉默,半晌后,许师姐的声音回荡开来。 我昨日才出关。 孟昊起身,低头抱拳,深深一拜。 王腾飞来历极大,并非赵国之人,修为已是六层巅峰,更是掌门钉此番晋升内门者。 你,不要招惹此人。 许师姐再次沉默,许久平缓开口。 师弟明白。 孟昊抬起头,微微一笑。 神色仿佛已恢复如常,看不到丝毫对此事的耿耿于怀。 只是在她的目中深处,在这一刻时,多出了在她人生前十六七年从未有过的一缕不同之处。 这不同之处是一点寒猛,但却对孟昊隐藏得很深很深。 深到唯有她自己才可以察觉,外人看不出半点。 但她,又再寻你麻烦,即便我在闭关,你也可随时捏碎此简,我会察觉。 许师姐沉默了片刻,右手一挥,立刻一枚紫色的玉简落在孟昊神殿。 当日,我带你四人上山,你是第一个晋升外宗弟子。 与你同在北区杂役处的同伴,今日也成功晋升。 明晨就会来外宗报道了。 许师姐说完,看了孟昊一眼,转身离去。 多谢师姐,我有一个疑问,想寻师姐解惑。 以我资质,如今宁气四层的修为,要到宁气七层,正常需要多久的时间。 孟昊忽然开口。 不到一年成就宁气四层的修为,想来有属于你的修行造化。 此事你不用说,我也不会问。 若不算你的造化,以你的资质,要到宁气七层,快则十年,满则半甲子。 宁气四、六层、八层都有平静,尤其是六层。 没有机缘,难以突破,踏入七层啊。 人人都有,人人都有。 许师姐渐渐远去,孟昊盘膝坐在洞口内,眼中露出一抹金芒。 半个时辰后,孟昊起身,走出数日没有离开的洞府。 夜空,山峰已带了一丝寒意。 季节的变化之快,仿佛在这几天里,都要过渡了秋天。 树叶,大都变了颜色。 漫山遍野看去时,一片萧萧。 天空昊月当空,孟昊走在荒山小路上。 四周相对安静,只有风吹落叶的沙沙声陪伴,随着孟昊一路去了北风。 他要去看看小胖子,毕竟在宗门内,如今的弟子中,小胖子是孟昊唯一的朋友。 夜晚的北区杂役处,满是安静,或许正是这样的安静,使得阵阵呼噜声就格外的嘹亮。 孟昊临近时,便听到了这充满起伏的独特呼噜。 这声音,孟昊熟悉。 杂役处的四个月,孟昊每日夜里都会听着此呼噜入睡。 负责北区杂役处的马脸青年,正盘坐在大石上。 此刻忽然睁开眼,看向孟昊时一愣,但很快就站起了身,向着孟昊抱拳一拜。 见过孟师兄。 这段日子,有关孟昊的传闻太多,这马脸青年岂能不知。 师兄不必如此,我来看看故人。 孟昊看了眼马脸青年,死人的修为现在去看,分明是宁气三层,且卡在三层已多年的样子。 马脸师兄点了点头,目送目号踏入杂役院子后,重新盘膝坐在那里。 神色有些复杂,暗叹一生,闭目不语。 优优独播剧转打赫尿轮